我們到目前為止介紹完了指數函數跟對數函數 除了Nature Log跟Nature Exponential之外 我們都介紹以不同數為底的指數函數跟對數函數 6.5節給了一個指數函數相關的應用 為什麼會有這個應用呢? 是因為在很多的自然現象裡面 In many natural phenomena 某些量它的成長或是衰退的速度 是呈現一個比例 Quantities Growth Or Decade也是動詞 增長或是衰退 At a Rate 它是以自己本身Size的一個比例 增長或是衰退 Rate Proportional Proportional 乘比例的 這是一個寫中詞 那它慣用的限制是2 OK to their size 好 像是譬如說你養的是 你養了一個 一盆的細菌好了 那它本來有100隻 那如果那細菌比較特別 它們不是有限生殖 是無限生殖 那它過一段時間就會變成200隻 每個人都會分裂出來它裡背 然後200隻之後就400隻 800隻這樣子 所以它是以自己原來的數量 呈現一個背數 呈現某一個比例上的成長 課本呢提供了你幾個例子 比如說在那個生物學裡面 我們考慮y等ft t代表是時間 那這個ft是 is the number of individual 個體的數量 individual 這個我們在2點幾好像有分過 第二章的時候我們討論那個 Riddle of change 的時候應用也有出現過 這個主題 in a population 再一個母體 of animal 或是植物這樣子 animal 不過它這邊考慮另一個例子是 vacteria vacteria 細菌的意思 菌種 物種 之類的 ok 那這是一個數量 然後它跟你說 在什麼時間的數量 at the time t 則呢 這個物種 它的個體數的變化率呢 是 原本在t時間的數量 乘上某一個k倍 這樣子 for some constant k 好 這是一個例子 在生物學上的例子 第二個呢 是在那個 核能上面 Nuclear 應該念Nuclear吧 還是Non-clear Nuclear Nuclear Physics 在核能上面呢 有一些 放射性物質它的質量 ok the mass the mass earth rad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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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放射的意思 radioactive radioactive 不知道中音界在哪邊 物質 substance decay 你把它放著它就會自己摔退 或是摔敗 decays at a rate 這個好像比較不容易去想像 因為至少你在物種上面就是 細菌它就是過一段時間就會複製一次複製一次 但是質量的部分它會衰退 衰退也是呈現著一個 跟自己原來質量的比 呃 一個比例這樣子 proportional to the mass to the m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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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 那還有一個是在商務 或是你說在經濟上的應用 in binance 你存錢 銀行會給你利息 本利盒也是呈現了一個這樣的比 比例的變動 the value sav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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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count 那你存的如果它沒有給你利息的話 你當然就 不會有 不會有 你的本金就會一直放著 就像你把一堆鈔票放在枕筒下面 它不會自己 生出其他小錢來 ok 所以銀行很像類似 方錢生錢的地方 你可以這樣想 accounts with 那它跟你說你必須要有 continuously 連續的負利 compounded interest 利息 interest ok interest interest 它有那個形象詞是有趣的意思 那在商業裡面它翻成利息 ok 那它利息呢 incr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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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t a rate 那你存的多 利息就多 存的少 利息就少 對但是 比如說電存的利息一定比活存還要的高之類的 像說現在的電存活存 把它單存放在銀行的利息的確是非常低的 ok proportional proportional to that value ok 那還有很多例子 ok 就是當你考慮的這個 這幾個case都是原來的量 跟它的變化量 呈現了一個比例的關係 好 所以呢 一般而言 就數學上模型的建構呢 in general 如果 y of t is the value of if a quantity y at time t 這時候我們習慣的變數就會用t了 然後 我們那個 討論的東西都是隨著時間變化 所以它的那個 independent variable 我們習慣就會用t來代表 ok 而且 如果呢 這個量 if the value the rate 寫錯了 the rate of change 我們今天討論 我們今天討論 rate of change 其實已經討論過 就是 你如果這個y是可為的話 那就是考慮它的微分嘛 就是 the rate of change 你的翻成數學 應用上的語言都會說它的變化率 就是 該量的變化率 但是你翻成數學的語言 就是它的微分 這樣 現在我們指定它的變化率 或它的微分 是proportional to 它原來的量 在這個case 就是我們這整個章節要討論 因為我們從前面的例子看到 這幾個 量 它的 rate of change 都是 呈現一個proportional to 它本來的值 這樣子 ok 那就是你整個在思考的數學建模 你會 這樣去設定 想太多 不知道自己想要哪邊去 change of y with respect to t t is proportional to its size yt 那這一件 這個現象是在所有時間 都會 在所有的時間下 都會呈現這樣的狀態 所以 這是for t 的意思 這 把它用微分的樣子描寫起來 就是y的 y的 y的時間 變化率 等於k倍 乘上它原本的量 這樣子 那這個東西 我們把它叫成 課本上把它 成 第一次 第一次 其中呢 由於是一個proportional的 是一個proportional 但是proportional 本身不學的時間改變 所以k會是一個常數 k is a constant k是常數它就有大於0小於0 等於0就不用玩 等於0的話 那原來y就是 那樣就是一個常數 它就是連變都沒變 這樣子 就是你把錢放在 百千塊放在枕頭下面 一百年之後它還是一千塊 對 那時候k就是0 好 那當 我們比較感興趣的 但是k非0的情況 k非0有分大於0跟小於0 k大於0的時候呢 那1會被叫做 這個式子會被叫做 the low the low of natural 為什麼要叫 natural growth呢 是因為 我們等一下就會發現 它跟自然 那兩個natural number 自然數1 或是 natural exponential exponential function有關 那當k小於0的話呢 那 d式會叫做 love nature decay 減少 這個是增加 自然的增加 自然的減少 那growth growth growth growth跟growth growth的話它是名詞 OK 它的名詞跟動詞 長相差一個th 那decay的話 都這個 可以 decay本身可以當動詞 也可以當名詞 好 那我們回來看一下 e這一個式子 e這個式子呢 在數學上有一個專有名詞 它就是 它叫做 維文方程 那維文方程這面學問呢 是 這個刻 你可以在 數學系列上會用到 那 各個領域不同的領域 它在用 它在考慮它們相關的 應用的時候 也會常常使用這個工具 因為這個工具很powerful 你要說powerful嗎 它其實你收到底它是為 它會 它是不是在解幾分而已 OK 那我們到第九章會再 討論更多的文方程 好 所以呢 就數學上而言呢 這一個式子 this is code 基本上它叫 ordinary ordinary differential equation 在課本上呢它沒有講ordinary這個詞 OK 把它省略掉了 你可以統稱叫文方程 那個叫做partial的differential equation 偏文方程 主要是這兩類 那你聽名字也知道 oldinary比較好 比較好簡 因為它只有一個變數 那partial的differential equation 是很難的一個東西 對 很難 好 而且這個刻意其實是簡單的 OK 那 為什麼會這樣叫呢 because 它在這個方程式裡面 it involves in unknown 一個位置的 function y 和它的導數 y and its deriv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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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vide dt 任何的方程式 如果裡面包含了微分 這個 這個函數它的微分項 OK 它描述了一個函數 跟它自己的微分 不管為幾次喔 可以為一次 可以為兩次 可以為二次 OK 那這個equation呢 我們就叫做文方程 那如果它的變數只有一個 像這個case 它的變數就是一個t 那它的函數只有一個變數t 或是有時候人家會用x 當你討論的case 比較適合 嗯 不大那麼把變數當時間的話 那就可能會用x 或是加變數 那在那些case 在這類的equation 我們都叫做文方程 這樣子 好 所以文方程的話 那你其實要問的問題是 怎樣的函數y 它會滿足 1 這個式子 因為你知道了y 它的長相 那你就知道 比如說像剛剛的例子好了 嗯 細菌的數量 你就知道在不同時間點t 這個細菌它的總數量是多少 或是在不同時間點t 這個 這個 方色性物質 它的質量是多少 OK 所以其實你回到 對 你當然在那些應用問題 你會知道 想要知道 確切時間點 這個 這個數量還剩多少 那你回到這個數學問題 就是在解這個方程 OK 所以這個是對應的 完全是 就是他們的描述 只是一個有 情境下固執性的描述 但是你回到數學要解 就是在解這個方程 OK 所以 what is the solution 它是一個equation 所以它當然有solution 只是它跟我們 國高中遇到的equation 比較不一樣 我們國高中遇到的可能是一元二次方程式 一元三次方程式之類的 就是 你的變數寫 你的解 會是一個值 這樣子 那但是呢 現在這樣的equation 1 它的解氣是一個函數 它會問怎麼樣的函數 會滿足 它的微分等於k倍的自己 OK 所以這個solution 它這邊沒有說的很多 但是我要提醒你的是 它的solution 在這 在一個文方程的解 它也是一個函數 就這樣子 好 那你就會想說 a n s w 你先不要看k 你先把k折住 或是假設k等於1 一般 你就會問說 誰的微分是自己 那我們知道的是自然指數函數 OK 所以呢 應該也不能猜 we know that 你把 exp t 微分 是它自己 OK 那如果 t 那如果你在這邊 多層的給它一個k倍 它就會有一個k掉出來 對 但是這邊還是要乘一個k 因為村入的關係 所以你發現呢 嗯 exponential kt就是一個解 lose exponential kt v 是 a solution of equation1 OK 那 再更簡單一點的 因為你的那個微分 它是有 你層面層任何一個長數倍數 那這個 微分值也同時成了一個長數倍數 所以呢 we also see that 我們已經知道 exponential kt 對t的微分 會是k倍的exponential kt 那我這時候再乘一個constant c的話 這個式子也同時會被滿足 OK 因此呢 c的exponential kt is also a solution of 那這一件事情是 任何長數c都對喔 那當然包含零函數啊 零函數為分 是自己嘛 那這個k成長 還是零函數 OK OK for any constant 好這邊有兩個長數 一個是k一個c 是c k是這個題目已經給了 就是說我就是要找一個函數 門租它的微分是k倍的自己 所以這k已經是 題目外面 或是你在射模型的時候 已經給定了 但是這個constant c 是可以隨便取 你可以取一百萬兩百萬 剛剛排都可以 因為你已經知道 exponential kt 已經是這個 已經是solution 你發現任何solution 乘上一個倍數 都也是solution of 原來的那個equation 1 OK 好 然後再來是 所以你發現 有一大坨 函數滿足 equation 1 OK 非常多 比如說 10的expk 20的expk 一堆一堆一堆 這樣子 那有時候呢 你會發現在這個情境下 比如說 你知道原來細菌有多少個 所以你知道y0是多少 假設我現在的情境是 或者y是細菌的數量 或是你知道 原來的那個 這個放射性物質的質量是多少 在時間頂的時候 還沒有開始放射的時候 之類的 對 那回到數學的語言 就是我知道y0是多少 那這個統稱叫做 起始值的樣子 OK 如果我們 lin呢 t等於0 我們就會發現 其實這個常數c呢 就是 這個量 的起始值 OK 因為你知道 這樣子嘛 這個是y 這個東西等於y 它是一個解 OK 那你就把0帶進去 你帶進去 expk的零次方是 單位值 所以只剩c 因此呢 最後這個解 它的長相會是 expk 再乘上它的起始值 這樣子 OK 所以你發現這是一個 很美 很簡單的結果 如果 你的量 這個量它的微分 或是proportional to它原來的size的話 那它在每一個 不同時間點的量 其實很好算 就是它的起始量 乘上一個 expk 而已 OK 所以 解這個問題 就變得很簡單 OK 因為expk expk 你的值 你可以 電腦都可以給你估計值 所以你想 什麼算都可以 你只需要知道它原來的量 這樣子 因此這個 論文方針就可以很簡單的 的結論 就可以很簡單的 被應用在各個領域 當它 考論的量 的前景 滿足我們剛剛討論 我們剛剛說的那些假定 好 that is c 這個constant c is the initial value of the function 好 那你知道 回到剛剛的equation 1 的問題 你知道 如果你的y長成這個樣子的話 那它是解 那你會問說有沒有其他的解 這件事情 那其實沒有 就 滿足equation 1 的解 一定要長成這個函數的樣 一定要 它函數已經長成這樣 沒有其他的 OK 那這個證明呢 第九章好像會整吧 我也不知道 但是至少在這邊就是給你 這個在文方針裡面很重要的 其實是存在唯一線定理的一個 算是應用 OK the only 能力 這邊我們還沒有能力去解釋這件事情 這邊我們還沒有能力去解釋這件事情 OK the only solutions of the differential equation qu dy dt v 等於k倍的y or exponential function r v exponential function 好 好 由這個東西我們來看一些實際上的 其他領域的科學的應用 第一類的就是人口成長率 或是物種的成長率 population growth growth 好 我們另呢 因為是populationp 我們通常喜歡用p來縮寫 當成這個 物種數量的縮寫 b the size of population at time t p 我們可以把這個 當你的物種數量的成長比例 是某一個原來的數量的k倍的話 我們可以把它寫成 we can write 我們剛剛的寫法是這樣 dp dt 等於k倍的p 或者是 dp over dt 再分子 把p 除上p 等於k倍的p ok ok 這兩個意思有他自己的解釋 這個是2 這個 人家寫3 這個東西就變成了 你看喔 上面是 整個物種他多增加的數量嘛 下面是總數量 所以他一出起來就是相對數量 那應該不難理解 就是你 比如說 再用一個比較實際生活的例子好了 比如說p 是你的薪水好了 那你這個 這個月的 工資 變動數量是 可能 好慘喔 30%你原來的 所擁有的 存款好了之類 你可以這樣想 那你這樣除下去的話 你的薪資的變動率 就會變 可以表成這個樣子 他就是一個固定的常數 ok 所以根據第三式呢 from equation equation 3 we see that the relative relation relative relative 不要念relative 他是relative ok 他的重音起來前面 the relative growth the relative growth rate the relative growth rate is constant 舉個例子 for instance 簡單的例子 如果你發現 這個k是0.02的話 其實也沒有 這個幾是 我們在解那個 解文方程的時候 我們知道 pt 就等於p0 exp0.02 的t 就這樣子 where 這個不用試了 好 我們看個例子 xml1 用 the fact that 他跟你說世界人口 the world population 在1950年的時候是 was 2560萬 2560百萬 那是多少 25億 OK million in 1950 然後呢 後來又成長到了 30 30 30億 OK million is 90 60 90 60 OK 他要你用這兩個數據 去 to model 去建構一個模型 OK model 可以當成動詞 就是建構模型的意思 model the population of the world in the second 二十世紀的後半世紀 second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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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entury是這樣平嗎 當然你會假設他的成長率就是proportions 不然你根本你也沒有其他模型可以建構 OK 好 所以他問你 what what is the relative growth growth rate rate 好 所以他有個 這道問題 目前有兩個問題 有一個是你要建構的模型 第二個是回答 他的人口相對變化率是多少 最後他要你 估計 跟預測 OK use the model to estimate the world population in 93 and the to predict 人類現在做最好的預測工作就是氣象 the population 當然除了地震 in in 2025年 OK 然後你預測2025年他的 全世界的人口數量 OK 好 所以這整個題目沒有給你任何的 數學 連符號都沒給你 那因為問題呢 你一定要自己把符號給射出來 那你要想一下你這樣令的符號 會不會OK OK 我覺得這是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工作 就是你要用數學工具 但是你面對的是 看起來不是一個限制 就是你要把一個問題轉成數學問題的 最重要的重點 最重要的重點是 建模型 那現在建模型 人家已經有給你hint 有給你暗示 有跟你說你可以建 哪類的模型 就會建這類的模型 OK 所以你面對這問題 你就要先把符號給射出來 這樣你才知道你要算什麼東西 OK 他要你建構的是 後半個20世紀的 所以你的起始的時間應該是 是1950 對 所以我們你就會把 190當成一個時間的基準點 OK 所以我們 We major 那他現在給你都是年度資料 所以你當然 你的時間的單位也 選擇當然是選擇 年度 We ask the minimum time the time t is in years 首先你要跟我說你的t是時間 那之之外呢 他的單位 因為現時生活有單位 所以你要把單位寫出來 然後呢 我們要衡量的是後半世紀 所以我們 lin t等於0 代表 在我們現在時間點是 1950年 好 那他跟你的資料也都是百萬人 所以 你在衡量 人口數量的時候 就依照他的東西去衡量 We also major the population OK 所以這個population 你也不用再說是哪邊人口 因為這個題目 就只有給你細節人口 所以你只要 可以說衡量人口就好了 那我們的符號就用pt ok 那單位呢 就是用百萬人 millions of people 好 因此呢 他給你的這些資料 全部可以轉換成數字 在1950年的時候 我們的t是代0 ok 我們有2560百萬人 然後 他下一個給的是多少 1960 所以是到p10的 p10的是3.40 百萬人 結果我自己沒有寫很大力 為什麼黑板插下去會那麼難插 還是再寫小力一點 好 所以你有這個兩個條件 因為呢 你知道他是呈現一個proportion的樣子 所以我們就不妨假設 這個p呢 他滿足這個文言方程 那其中k是一個 你要去找出來的常數 ok 這時候你必須要去預測k囉 你應該說要去傳出k 所以呢 你知道pt 就等於p0 根據定理20 你知道pt 等於p0 乘上expk 那你知道p0是2560的expk 所以你這邊用掉了一個條件 就是p0 你也知道 3040 在1960的時候 人口數是3040百萬人 ok 那順便把它帶一句就是2560 增上expk的10k 所以 這樣就可以得到expk 會是304 over 256 好 這樣就可以 你左右兩邊取log 10k 會等於nature log的304-256 還可以再約啦 但是這種數字你當然是 手是無法算的 ok 所以 你如果不是需要一個非常精準的 不是需要一個數字的話 你的 考試在考你的時候 你黑蛋就只能這樣寫 你無法再去算任何東西了 ok 但是如果你手邊有 那個計算機的話 你可以算出它是0.017185 ok 大概是它的估計值 ok 所以呢 你知道 這個k代表的就是 人口的相對變化率 所以 所以 the relative rate is 這個值 你要記得電腦本身 它 或是 對 它只熟悉的世界就是 小數分數 小數人的世界 在電腦世界很多時候是沒有log的值 因為它真的要處理的話 還是得回到這種數 它才可以計算 ok 但是人的話 你是可以算出這個數的 像哪天電腦就是可以 一算出來就知道 就是這個數這樣 就很開心了 所以它跟你說這個數呢 大概是0.017185 這個東西是沒有單位的 比例這種東西是沒有單位的 比例這種東西是沒有單位的 那大概就是 1.7%這樣子 代表說每過一年的人口的那個增長 會是前一年的1.7%左右 好 所以我們現在的model 就出現了 or model 因為你現在已經把k 給解出來了 is 可以大概是這樣寫 你當然也可以把k 帶這個數字進去 但是如果你 單純只是要做個 出力的估計或是計算的話 我們會傾向你帶 0.01785這個數字進去 因為你這樣算比較好算 其實都可以啊 你可以整個算出來之後再 再去估計也可以 那個值 誤差值不會到太大 因為你已經 估了那麼多小數點 85t 那他要問你的第一個問題是 應該說他接續問你的問題 第一個部分是 在1993年 就是我一歲的時候 1993年的時候人口數量 那不要忘了 我們的起始點是定在t等於0 所以這個東西 就這個模型而言 是這個函數在43的曲子 OK 那就是2560 後面好像有在施工 那不就完蛋了 185 乘上43 OK 所以這兩個數 所以這個小數乘上43 那他算了 我就不算了 因為我算不算 我也得用計算機 大概是53億人口 OK 那下一步他要你去預測predict 2025年的人口 2025 那2025的話他距離 那個誰 1950年已經有75年了 所以在 我們t必須在75 然後exp0.017185 這個數乘上75 約莫是92億 million 這百萬嗎 千萬億 這個是900萬 所以是89千萬 89百萬 2億89百萬 92億89百萬 這樣 OK 知道你的那個 那個 是不是 因為美國他們 國外跟我們用的那個 那個什麼 那個什麼 計量單位比較不一樣 他們是逢三個0 就 往前走 一個位 我們要 百千萬 我們到萬 我們好像是逢四個0 再往前進一個 各時百千 萬十萬百二千萬 一十一百一千億 那他們是每一百就進入 100 好像也不是耶 我也不知道他們怎麼搞的 那他們會用million 當一個單位 當一個單位 就是在算比較大數量的時候 好 所以這是有關人口成長的一個例子 那另一個例子 也是你可能國高中在 或以後就碰過的 就是放射性物質的摔 摔 摔 摔退 rad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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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tivity decay 不知道中音解在哪邊 就把這兩個字 分成兩個字念 好 那 因為我們討論是某一個 放射性物質的質量 質量的英文是mass 所以我們習慣用m of t 來代表 is the mass remaining 被遺留被剩下來 所以這個是一個後衛修飾 修飾mass OK 從哪邊呢 from an initial mass 這是後衛修飾嗎 還是只是一個分詞 夠句而已 mass m0 of the substance after time t 則 你知道呢 then 相對地 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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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應物的濃度會下降 所以我們習慣在反應速率的那部分 把反應物對時間的微分加一個負號 當成他的反應速率 那在科學實驗上呢 被發現這個量 x be found experimentally 實驗上的 experimentally to be constant 跟你說這個量 經過實驗的觀察 他竟然是個常數 所以呢 你就是到dm dt 會等於某一個km 那這時候呢 where k is a negative constant 他就是一個負的常數 negative 我應該有講過所寫 所以成為neg 根據定理二呢 這樣的一個方程 他有解 而且他唯一的解 就長成這個樣子 mt 他會是原來的 初始的質量乘上expk ok 那你知道expk 如果他的power 這邊是k是負的話 那他整個數會被丟到分母 ok 所以他是一個乘上0.多少的數 因為這個expk 他的 這上面的值如果小於0的話 那expk在小於0的數的取值 都是0.多0.多 因為他的圖形是 過了x軸才會碰 過了y軸才是跟e有焦點 所以是m0乘上一個0.多 所以這個數量自然會比原來的m 你還要小 就是這樣子 當你的t一直往 一直變大的時候 這個數會變得 負的越來越多 一直往左邊走 圖形上 所以呢 他就是乘上一個更小 更0.多的數 就是乘上一個更小的數 OK 那物理學家呢 那原來是 ephysist 不知道怎麼念 express the rate of decay 他把他給了一個這樣的 摔退率 一個非常有專有的名詞 就叫做半摔期 in terms of 一個非常高級的名字 health life 不是說他的生命 只能活一半的意思 這你單看英文會覺得這什麼意思 一半的生命 就是半衰起 那什麼時候他的量呢 他整個量變成原來的 量的一半 要花多少時間 the time 那後面解釋 半衰起的意思是 the time required for 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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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f any given quantity to decay the time 翻成中文就是 這個量 他要減少一半 需要花多少的時間 這個時間就稱為幹護者的半衰起 我們看個相關的例子 他這邊取的例子是 雷 就是一個化學物質 他已經跟你說了 半衰起是多少 的 the health the health time life 也可以叫healthlife 好吧 那他跟你說 半衰起有人也會叫healthtime of radium 226 這個東西是 雷 進步的雷 這個 蠻神奇的 就你把那個化學 元素周比小翻開發現 他的所有的大部分的那個 元素都是 金字旁這樣 但是你會發現去讀他的 英文的時候也就想 他當初看到這個東西的時候 怎麼就把這個東西叫這個名字這樣 就覺得 嗯 那 化學在命名的邏輯我是 不知道 因為我化學更爛 is 大概要花 一千五百九十年 ok 好久喔 好他跟你說呢 我們現在的雷有100公克 asimple health radium 226 has mass 100公克 好 他又是讓你找 經過T年之後 他會升多少公克 find a formula for the mass 好 他又是讓你找 of the sample of the sample of the sample that remains remains after t years 我不知道你操板書是怎麼操的 或是操我的筆跡 是怎麼操的 或是操其他的課 像林維恩 給你們一些就是額外小分享 我們現在討論的東西很多不是數學 只是接著有數學數學工具 如果是文科的課 比如說歷史課那種東西好了 或是文學之類的 其實很多東西你聽過去 你會覺得喔好你聽著懂 那只是他的脈絡你可以接受 你懂不懂 就是他講一個故事給你過去 然後他會 在中間會呈現因果關係 跟你說前面因會發生什麼事情 所以後來怎樣幹嘛 你聽得懂 那時候會忘記 而且很容易忘記 雖然說你在看一次你還是懂 所以那時候在上 在哪邊啊 那時候在修大學的時候 在修歷史的通識課的時候 是怎麼去做筆記的喔 他嘴巴講 我直接用手把他的組織稿 盡量可以想 把觀音詞全部寫下來 至少你要把觀音詞寫下來 然後他談因果的時候 就是整個前後的關鍵的人物 或是文化背景或是怎樣的東西 你要寫下來 你要寫下來 不然你回去自己看的話 你根本不要 你回去自己看 你回去自己用想 用記的一定記不起來 人的耳朵的聽覺記憶 只有十秒而已 還是兩秒 對 非常的短整 所以我會建議是這樣做 就是你現在到現在應該更好 那時候應該去直接帶筆電 然後把組織稿全部搭上去 這樣就很好 我覺得對付那種 老師他版書幾乎就只會講一個 時期 然後人物 或是一個重要的專有名詞 對他來說 可能什麼制度這樣子 然後寫下來 那你不能只抄那些了解誤解的字 然後那個老師 上帝時刻的老師 那一次擦黑板 一堂課兩個小時 上下來擦黑板 聽說擦兩次而已 對 但是他們寫的東西 我光是用手抄的 那A4值就是 兩張四面滿滿滿 對 他手就很爽 但是你必須要這樣抄 不然 你還可以問老師 可不可以錄音啊 如果當然可以錄音 就最好了 那一定要這樣做 那數學的課的話 錄音其實沒什麼東西 因為他其實很多東西 都是靠符號呈現 你符號不懂的話 你用聽的方式 不管那符號記起來的話 你是無法進入 數學的計算的 因為他有自己 另一套符號系統 對啊 不然更慘的就是 我們之後上積分 我就是 我都不是操板數 然後開始說 我們現在要考慮積分 我們考慮從1到3 exponential-2分之 t平方的t的積分 然後我們算一下 一開始先用變數變換 你就完蛋了 你就會完全不知道 你要怎麼去算這個東西 所以 理科的那些學習 他因為扯到很多數學工具 所以他引入了非常多的符號 幫助你做計算 或是去思考問題 那你當然會 反而操板數會比那個 文科的還多 我不知道啦 但是 其實任何的課 你覺得那個 老師教得非常好 或是你想要 真的釐清很多脈絡的話 你必須要很勤奮的操板數 而且 很多關鍵點 或是老師的解釋 他可能懶得想上去 但是他覺得他有講 你應該就會想上去 他通常都不會有 所以我會盡量把所有的東西都寫下來 或是我覺得我 沒有操上去 但是我覺得需要跟你囉嗦 我會在那邊一直囉嗦 那個囉嗦 不是代表說你可以不操 只是我想說 總是有人不會操 那我想辦法用囉嗦 讓他讓我那些 囉嗦的東西 背後伸直在你的腦海裡 這樣你可能就會記得 那可能也不見得會記得 那就看個人造化 好 那再來說一下 就數學的課的版數 你要操到什麼境界 最好當然是組織稿 但是有時候很困難 OK 所以呢 我會 我自己在 當然如果是課程影片的話 因為你可以重複聽 所以我可能就不會操那麼多字 雖然說我的字也是操那麼多 如果不是的話 就是邊聽就邊寫 如果那個老師跟我類似 就是還是肯把所有的字 全部丟在黑板上的話 那你就是邊聽邊寫 你不要看那個字才去寫 你要用聽的耳朵打開 耳朵打開 就邊聽邊寫 這樣他操完你也操不操完 因為很多英文就那些字嘛 而且數學裡面用的英文其實也不難 頂多就是他在計算的時候 你的速度會有點跟不上 對頂多是這樣子 那可能算有時候 或是他特別聽下來一些trick 記憶刻的記憶 trick 你就圈起來 然後說這邊很重要 是因為什麼 這樣子 就馬上用一個非常簡短的記憶 我覺得這也跟 你會不會聽 邊聽邊寫這個技巧是很重要的 如果你本身有 對於那種 聽力是很強的人 或是你有練習過一些英文電視什麼之類的 這功能力可能會增加 或是你本身有玩音樂 你有參加過樂團之類的 你的聽 聽的能力會很好 對 那這樣你在練聽寫這件事情 不會是太困難的事情 那如果你都沒有這些background的話 我會建議你去試著做 對 不然你會上課會很想睡覺吧 會很無聊 好 這個anyway 扯太遠 這是我自己 就是當學生的時候的心得 好 我們來看這個例子 他跟你說U226呢 他的班牌集是1590年 好 那A的部分 我們就來令 來把這個模型給建出來 好 他一樣沒有給符號 所以我們就令mt 那A的部分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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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fter t years 中文的描述 描述這種東西他一定會說 文修定mt是過了t年後 那個磊226 他所剩下的質量 所以呢就中文的描述 你描述一個函數會先講 自變數 再講硬變數 就是先講獨立變數 再講那個非獨立變數 這樣子 OK 但是英文反過來 他會跟你說這個量 他就是他的range 是什麼意思 他跟你說 m 是 the math 然後過了幾年之後 所以中文的描述很多時候 因為在數學的情況 他會導過來描述 那習慣先講這個 function的取值是多少 然後再跟你說這個 function的定義率是什麼 則 根據他給你的一些起始條件 你知道 mt呢 他就是 m0的 expk m0有沒有給你 有 100 那k有沒有給你 有 1950 所以這個case是 比上面一開始方便一點 他跟你 你已經知道他的proportion k是多少 怎麼沒有給你 不是190 1590 id 不行 你還算不出k 因為k是一個proportion 這個是半摔期 不是他 半摔期是過了多久會衰退 但是這個跟 他衰退的比例是兩件事情 好 所以這個沒要插掉 所以你現在目前還是得算k sorry 所以你知道這個是這樣子 好 hoso 你也知道呢 他衰退到一半 那一半就是原來的一半嘛 所以 從100克衰退到一半就只剩50克 所以50克呢 會等於 他要花多久呢 要花1590年才會衰退到50克 OK 過了1590年後 這個 累226只剩50克了 好那這個根據這個模型呢 他是100乘上expk的1590 會變1590 OK 好這時候你就可以 因為這個變成一個 只要解k而已 所以你發現1 2 會等 1 2 嗎 會等於expk的1590k 兩邊取log 就變成1590k 會等於負的nature log2 因此呢 你的這個proportionk 就可以被你解出來 就是把1590除過去 好 這邊好像沒有 好 你可以寫到這邊 然後等下再算的時候 到最後要 估計年的時候 再 再把nature log2給估計掉 OK 因此呢 你的model就是 mt等於 initial data是100克 乘上expk的k 就是k是 nature log2負的 然後除上1590 好 那這個東西呢 他其實 你不要去看這個東西 所以你把那個 nature log2的t 我們把2的那個 提上去好了 這個東西 你看一下 expk上面的東西 你是不是可以把t 提到前面去 所以就變成 -t over 1590 的nature log2 所以這是 nature log2前面的一個 倍數 所以這個倍數 可以往2的上方 提 變成在裡面 那 這時候再用換底 就可以把nature log 跟expk nature exponential 可以消掉 所以就變成 另一個表法是 2的 -t 1590 這兩行數是一樣的 這個model 這兩種表法 那 如果你在算的時候 你不想要再做 你在打電腦在算的時候 其實你直接給電腦這個數 是最方便的 你就給他這個數 看t要代多少 這樣就可以算了 你在這邊當然也可以算得出來 只是會是 只是在理論上是一樣的 只是在理論上是一樣的 只是你在輸入的時候 比較好輸入 然後 所以 A小題的部分已經解決 他要你modeling一個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 好 再來是B小題 B小題呢 他要你找的是 the math remaining after 經過一千年後 所以 這個 這個 這個model跟你說的是 在經過t年之後 好 我剩下的 這個 又226 不是 不是 是雷226 他就只剩下右邊那麼多克 所以我就是把這個 裡面的t 帶一千進去算 我們可以用後面那個算 增上2 算 不是說用後面那個 就是用那個後面 寫出來之後 請電腦幫我們算 所以就一千 over 1590 好 所以這個 類似近似65克 好 那這個問題 可以再問另一個問題 OK 因為你發現呢 這個mt 呢 經過t年之後 剩下的克數是這樣子 一個問題是給你 其實 很多數位問題在出的時候 他如果寫成那個 函數的樣子 他要嘛就問你 當定義域的值是多少的時候 他值域的取值 取值多少 另一個問題就說 欸 請問當他值域是多少的時候 那 然後另一個問題是說 請問他什麼時候 在什麼點 值域會是多少 那其實就是 給定這個數 你要去找t 這樣子 給定值域的點 你要去找定義的點 所以問題就這樣問來問去 所以下面問題就是 你把看的數學問題就是我剛剛所解釋的 但是他畢竟是一個半摔期的問題 所以他可以用英文很好的描述 他問你說什麼時候呢 或是經過多久 這個磊226的質量 質量 mass 才會剩下30克呢 OK 所以他問的問題就是 我要去找t10的 mt等於30 他就是要問這個問題 OK 那你知道t是這個 那你知道t是這個 其實可以這樣寫 100 然後 乘上 2的負t 1590 那100除過去 這十分之三 會等於2的 1590 t 那你這時候要取log的時候 就不能取連修log 你就要取log了 那log 在維基片裡面不以 那個油拉數為底的log 我們都會把它特別寫出來 會等於 -t 1590 那你不用擔心 因為 你這個裡面的數 log裡面取的那個數 是小於1 小於1的話 那這個子彈是負的 所以不用奇怪 為什麼他會下一個符號 那你的t就可以解出來 t會等於 把1590乘過去 所以是-1590 乘上log2的 你當然可以用換體公式 變成naturlog3 overnaturlog2 之類的 這不重要 那他跟你都要度過多久呢 2762年 那摔很久了 那你不會有一個問題 就是 他半摔其實是 衰退了一半的回畫時間 就1590年 所以他在衰退第一次 在第一次降到原來質量的一半 就是 花了1590年 所以他就是從100 變成50 這個花了1590年 那如果要從50再摔成25 又要再花1590年 那如果從25 變成12.5 又要再花1590年 那他摔得完嗎 這個真的不要問我 我畫學很爛 就是他摔 他是不是摔得那麼一個質量 那個質量夠少的時候 他會直接算是不見 或是 他就是不符合半摔期的定義 的那個 他的 在非常少質量 會非常小質量的一個物體下 他是不是就不符合半摔期的 那 他的摔退速度 摔速率是不是就不符合半摔期的 假設 我不知道 你有興趣可以自己查一查 但是我是真的不知道 這只是我想問的問題而已 就像你每 你就是在跑步嘛 你每10秒鐘可以前進 一公尺的 前進你總長度的一半 所以你到10秒鐘就 比如說你要跑 要走100公尺好了 10秒鐘走50公尺 其實蠻快的 好 因為你就10秒鐘走50公尺 然後又過10秒 你又多進了25公尺 又過10秒 你又多進了25公尺 你又多進了25公尺 那你就是永遠走不到 那是你永遠走不到那個終點 應該說 因為你的人的 生命是有限的 所以你必須要走了無窮 要活了無窮背景之後 才會走到 這其實牽涉到Sequence的概念 好 第一個應用是 跟熱 或是跟冷卻有關的應用 牛頓的 冷卻 冷卻 法則 cooling 牛頓的法則是什麼說呢 Newton's Low Earth cooling State the rate of cooling 冷卻率 the rate of cooling cool coo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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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f an object 把一個東西放在一個室溫 或是放在一個溫度 固定的地方 那這個家伙它的冷卻速率呢 is proportion to the temperature 溫度 temperature 然後當然不是 那你大概要depend上這兩個 一個是這個物體它本身溫度 另一個是它的室溫 因為熱會傳導 這是根據熱傳導來的 difference 那是一個能量 能量會傳導 那我講錯不要怪我的理化老師 想說理化他應該就是 無法把那個文字的敘述轉成數學 對 他就想說你這文字怎麼那麼醜 那你覺得文字敘述就文字啊 你看 不歷史地理不是很開心嗎 那為什麼 你要轉成數學就轉成數學 為什麼不 不直接一點 物理講錯的東西 寫一下數學就出來了 那時候就 不愛物理也 不愛化學 我跟你說它會是 這個object跟環境溫度的差的比例 between the difference 好像少一個between 沒有 它已經是difference 所以要猜一個 between the object and then 環境溫度 那環境溫度呢 英文是用 surrounding its surrounding 所以 surrounding dimension 是環境溫度的意思 那這個 不要想說它是 surrounding rng結尾是 分詞或是形容詞 它加s之後就變成了 名詞 OK 那這個 這個法則要成立的時候 它有一個 但書 我跟你說 provided provided就是當後面的情況下 發生的時候 前面這個statement會成立 OK 這也是英文敘述的 它的一個 描述的手法 跟中文非常不一樣 this difference is not too large 好 我們先回來看這句話 他跟你說 劉頓的那個 冷卻法則跟你說 如果你要翻中文的話 當 這個物體 跟 是 跟環境溫差 不要太大的話 他會先把這個單數講完嗎 我們習慣的這樣講 那 這個物體冷卻的 速度 的那個 冷卻速率嗎 就會是這個溫差的比例 對 但是呢 你翻的英文跟你說呢 他這個statement的宣稱 冷卻的速 這個物體 它的冷卻速率 是 跟溫差成一個比例的 當 只要 或是當 只要 你的溫差不要太大 OK 你又發現這個講法都不一樣 provided 所以你很常 人家說一個statement的時候 開始說provided brother 代表說 他要說單數 他要說單數 他就是前面的statement 成立的 是有條件的 都會用在 或者是 proided 或是if 或是他給你一個 假設情況 OK 那他跟你說呢 既然你是降溫的情況 可以滿足 那 升溫的情況也可以被滿足 是 low also apply to warming 就是加熱的情況 所以 這很 冷卻會 就是當你溫差不要差太多 就是可能也是 可能從室外到室內好 溫差可能差十幾二十度 它會成一個proportion 對 但其他情況就不一樣 就譬如說 你把一個 燒到一千度的鐵球 丟到一個冰塊裡面 對 那他冷卻的那個 就不是呈現一個proportion 因為他那個 能量傳導太劇烈了 他們的那個 能量差太大了 所以他就不會滿足 牛頓的這個法則 好 那我們日常生活中 不會隨便把一個鐵球 高溫鐵球丟到一個冰箱 或是冰塊裡面 好 那這件事情呢 是牛頓他所聲稱的一個 冷卻法則 那你要怎麼把它轉成 你發現這裡面的關鍵 有一個proportion的東西 OK 但是 他顯然這個proportion 不是跟他原本物體 自己的溫度 呈現一個proportion 而是跟一個溫差 所以 這個東西的描述 當然在建模的時候 就要小心一點 所以我們 考慮 大T就是temperature的縮寫 比 the temperature of the object 所以我們考慮 因為我們關心的是 這個 object 他在 時間T的溫度是多少 OK and 環境溫度通常是不會改變的 就是室溫 我們 唸 ts T一樣是temperature 那小標 s代表 surrounding be the temperature of the surrounding the t t 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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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溫度是有的變化 OK 好的 那如果我們令 y 就是 大T-ts 這樣子 t就是那個溫度 它只是沒有寫變數而已 則呢 d d y d y d t 不就等於k倍的y嗎 那不就是滿足第一個式子嗎 根據定理二 我們就會得到 y t t 會等於y0 exponential k t 這把t 把y換成t跟ts的關係 所以你就會發現 這個物體的溫度 扣掉環境的溫度 要等於這個物體的原始溫度 扣掉溫進的溫度 乘上exponential 這樣子 它跟你說什麼 這物體的溫度呢 就是 它的變化其實是來自於 它原來跟溫差的差別 OK 所以當k跑到無窮大的時候呢 當t跑到無窮大的時候 那 因為這個溫差當然是顯然是 t0比較高嘛 然後t的溫差 好 再說一個 如果你是warming的 就是 蒸熱的情況 比如說你把一個冷水 放在一個 室溫25度的地方 然後它要 溫度變高的話 那 這兩個要導過來喔 因為溫差不會是負 溫差就是 溫度大的解調 溫度小的 然後你的 object 溫度比室溫高的話 嗯 比室溫高很低 比室溫低的話 這個要導過來 這個導過來 這樣子 OK 所以呢 你會發現這個k 它應該是 隨著溫度的變化 它要 變小 因為t現在是 現在t是大於ts的 所以顯然這個k是小於0的 那k小於0的話 你發現 t往無窮大跑的話 這個 這會讓exponential的power 非常的負 就是一直往左邊跑 那你知道exponential的那個 負無窮大的極限是0 所以這一坨 當時間過很久的時候 這個會整個是0 因此 它跟你說 當時間夠久之後 物體的溫度 會等於環境的溫度 你可以由這個式的 非常簡單的推道 就是我們 那樣生活中 很熟悉的那個結果 好 我們看一個例子 這個例子跟你說 然後呢 有一瓶 冰塊 bottle i i 不是冰塊 是冰茶 tea i i have to run 國中理外 不是更麻煩嗎 就是你就是從 冰塊 融解水變成水 它要吸收多少熱量 然後 水要變成水電器 從100度的水平 100度的水電器 要吸收多少熱量 但回頭看 其實它 那東西就只是 分段函數而已 它所需要這樣不一樣嘛 所以你沉的那個 都不一樣而已 因為它在不同的 室電所花的那個熱量 你把它掃成是函數就好了 攤梯 at the room temperature 室溫呢 現在是20度C 那因為這個課本 是出給亞洲人 所以都是用攝氏 ok is placed in a refrigerate 這點冰茶呢 它本身是冰茶 但是它的溫 它的 溫度本來是24度 現在呢 我要把這個茶拿去冰箱冰 所以現在環境溫度不是24度 24度是茶的溫度 環境溫度是冰箱溫度 他跟你說冰箱溫度是7度 temperature 7度C 我會有一個 不會有提出前面說度C 後面又用度F 這樣太折磨人了 ok 所以 單位通常會是一致的 其實這樣上可以不錯 我們要錄多久就錄多久 不會有時間壓力 好 那它給你一個data是這個 經過了半小時之後 after health an hour the tea has coked 用過去完成式 用那個 用現在完成式 不要 它被 現在完成式就是 已經完成了 它被從24度降到16度C了 首先 那問題 再過半小時之後 再過半小時之後這杯茶的溫度是多少 Why is the temperature of the tea of the tea af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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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other hell 好 那英文裡面那個 這個冠詞的用法是這樣子 因為你一個小時裡面只有兩個半小時 所以當你的 只剩的東西只有兩個的話 就是one another 就這樣子 就是你就知道它另一個 另一個半小時 因為在這一個小時裡面只有兩個半小時 然後如果有很多的就one the other the other another 之類的吧 應該是這樣做 是嗎 好像是這樣吧 反正它這邊用的是用 another 有不對的話再跟我說 ok 好 所以你必須要 Lin T T T Be the temperature of the tea 那還是majoring 那個 攝氏 after 好 那你 溫度的那個 衡量 單位已經有了 再來是時間的 時間的話 半小時半小時 你可以用小時為單位 也可以用分鐘 這邊課本選擇的是用分鐘 分鐘 minion minion 分鐘 那 你也知道 冰箱的溫度是這個 基度C 則呢 你知道dT overdT 等於 K倍的 T-7 好 你可以仿到那邊再寫一次 基本上是這樣仿造的 我們另外 YT 就是T 減掉7 ok 則呢 底Y 底T 會等於 KT 這個就跟你說 YT 要等於 Y0 Y0 X-min X-min 我們把 YT寫進來 所以變成 T-T 也 會等於 Y0是 T0-7 然後 x-min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 T-t是多少 這個茶的溫度就是 室溫 不是冰箱溫度 或是環境溫度 然後 原始的這個東西跟溫茶 那你不要忘了 它跟你說 這個茶原本是呆在24度的房間裡面 所以就變成24-7變成17 好 那它給你的另一組件是 經過了半小時 半小時是用分鐘 所以是30分鐘 等於16度 所以呢 你就把它帶進來 16會等於7加上17的exp30k 算一下 這邊是17分之9 會等於exp30k 好 k就可以得到 它等於30分之1的 Nature Log 9 over 17 它可以刷完之後把它塞回去 那個TT裡面就會得到TT的 這個函數真正的長相 這種跟我一邊有關的計算 其實那個 不會像公啊 或是福利那樣子 你要 你的步驟很多 相對簡單蠻多的 所以你真的可以得到TT這個函數寫出來 就是 環境溫度加上17 這是溫差 乘上exponential的k t 我們現在k是這個值 然後你可以把換底換掉 因為把TT整理到前面丟下去 所以你會捨得到是 19分之 17分之9的30t次方 那也可以 你就把30跟t全部塞到log裡面 然後上下Nature Log 跟exponential可以對消 這個值呢 這個t值 就是 近似於7加上17的 從這個來的 這個東西可以直接 顧後面 它的k是多少 -0.0212t 這樣子 好 我要的答案是 所以呢 t60 我要過了 再過半小時 再過半小時去 你原來放進去冰箱那瞬間 已經過了60分鐘了 所以就要帶60進去 所以這個 它已經變成11.8度C了 這個冰箱這樣算強耶 這不強 我不知道 那應該冰箱溫度本身越冷 當然冷得越快 好 第二個當然就是 符文反過來的問題 在什麼時候 它會是幾度 OK how long does it take 4 the t to cool 很酷喔 10度C 什麼時候呢 要花多久 它才會進入 這個查才會降到10度C 所以我的條件是 就是 這樣子 我要找t10的 tt等於10 所以這個東西就是 7加上17的 那 exponential的 -0.0212t 類似啦 見識語 所以呢 算一下t大概可以算出來 這也是用電腦算 大概是81分鐘 你這樣也可以回到這個數字算一算 然後你真的很認真的把t 那個用 natural log的樣子把它寫出來 or 你可以去算成t 會等於 30 natural log 3 over 17 over natural log 9 over 17 這樣也可以算 然後再把兩個字算出來 就會得到 好 那是關於 扭度冷卻的 應用 最後一個應用是關於 複利的應用 在財務上的 continuously compounded interests 中文應該是翻成連續負利喔 連 續 負利 一般你在學校上正課的時候 很多老師會把應用都給跳掉 因為是真的時間來不及 反正你到最後看我整個錄完的影片 就是真的你要把微機分一半的課本給解決掉 你真的就連演習課都要自己上才有可能 而且說實話是快的 要非常快 要上得完 當然如果證明那些東西就調掉 當然會省很多時間 這是一個方式 那anyway 但是反正我現在以為是時間嗎 我愛錄多少就錄多少 你要不要看是你的事情 因為你可以開兩倍數 if an account 不是 這是還沒有到account 所以 所以 它這個前例是這樣 有一個數量的本金 A0 它被存入了某家銀行 invested 在投資嗎 在投資嗎 at 或是inverted 所以 所以 你會不會看是 是 有一個數量的本金 所以 你會不會看是 有一個數量的本金 所以 你會不會看是 有一個數量的本金 那這個東西 那這個東西也會吃點時間 After T years 如果你知道的利率是這樣的話 那你經過T年的時候 它就價值是多少 經過一年之後 它就是本利盒會是1 加上這個利率 這樣 比如說一年我給你 58利息 那這個R就0.05 你原本有一千塊 那這個利息就是 多給你二十塊 所以你的本利盒就是 1050 那你把它這樣寫下來 會比較漂亮 就是 A10乘上 前面的部分就是本金 前上後面後面就是利息 所以這樣的就是 一個年頭的本利盒 那你再 那你如果存的不動 你讓它再去跑一年的話 那這個東西就變成 第二年的 第二年初的本金 OK 那第二年初的本金 再乘上 那個 1加R 就變成第二年度的本利盒 OK 一直乘下去 所以呢 人家就會這樣寫它 這個先掛好 這是解釋 我們把他價值多少 寫在這邊 就是A0的 1加上R的T字方 因為你過T年 OK 那一般情況下 你那個銀行給利息 好像是每個月給吧 OK 他不會一年一年這樣給你 通常呢 他給的利息的次數 是很頻繁的 但是他也不可能 他不可能從每年的5%利息 給到每個月5%利息 這樣子他一年等於給了60%的利息 那他給非常多耶 所以不可能這樣給 所以當你的那個 給的利息的頻率變快了 變快的時候 你每次給的利息 就不會那麼高 usually interest is compounded compounded 我忘了要怎麼分 more frequent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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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y n times 每年給n次好了 如果你是年角的話就是 你是月曆的話 就是12次嘛 那激烈的話就是4次 man in h compounding in h compounding in h in h compounding period rate 那這時候利息呢 就變成年利率 除上你一年給幾次 n ok and there r 所以如果你滾了t年的話 每年他給你n次 所以你滾了t年的話 會有n乘t次的 負利的次數 nt compounding period in t 再說一次 你現在每年他都給你 讓你 讓你 負利負了n次 所以你一年會有n次 所以你過的t年會有nt次 那每一次的利息的話 如果你年率是r的話 那他每一次給你的利率 你會只剩下n over r r over n 所以呢 你最後得到滾了t年之後 你會得到的本利和是 等金乘上b加 這是每一次的利息 那你滾了幾次呢 nt次這樣子 如果我們考慮 那這個形式看起來就很像指數 if you will let n跑到我窮大 這是什麼意思 就是我每秒鐘都在滾 滾負利這樣子 每秒鐘滾 但是你每秒鐘滾的話 他的利率當然是非常非常的低 這樣子 所以 讓你的負利的一次的時間 變得非常短 怎麼呢 我過了t年的時候 我想看我的本金 我的本利和是多少 所以我就考慮這個極限 那因為裡面是n over r 所以我要抽一個 是r over n 所以我要在他的power 抽一個n over r給他 所以這邊是n分子r 我要給他一個r分子n r分子n這樣子 那我多乘了什麼 我多乘了一個r ok 那t不動它 所以呢 這整個東西你可以把它想成是這樣子囉 那a0是常數 所以不管它可以提出來 極限裡面的東西就是exponential power就是rt 對這個函數a而言 這個a就代表說 你把a0的錢存在銀行後 然後根據這樣滾力的方式滾下來 可是現在滾力的方式就是 每秒鐘都給你滾一次 就是他負利的次數超級多 但是負利的利息超級低 這樣子 你會得到t年之後 你的本利和是多少 知道本利和齁 本金加利息 在那個經濟或是財務上面 在存現的時候常用的一個詞 你發現呢 這個本利和函數 da dt 它是a0的 r倍的 exponential rt ok 所以它是r的a0 exponential rt ok 所以它其實就是r的at 你發現這個本利和函數 它的微分的 它變化率也是proportion to它的 本金 它在乾黏度的前這樣子 which says that with continuous compounding of interest 它連續覆跌的情況下呢 the rate of increase and investment is proportional to its to its size 就這樣 ok 是 這個 這個 是 這個 的 是 這個 是 是Proportional to its size 跟他的本金的那個比例有關的 液體式其實有點無聊 他跟你說本金是五百五千塊 那如果你當然 其實在實務上 你真的在算保費 或是在算一些 那個投資報酬率的話 才不會用指數來出去算 當然還是乖乖照他給的利息去算 然後可以2% 假設利率是2% 那過了提點之後 你可以拿到的錢是 近似於五千乘上1的0.02T 不大會有人用這個算 你就真的乖乖拿出來就算了 你看你是一個月負一一次 還是一季負一年一次 還是一年負一一次 算一下就好了 所以這題目出的其實 蠻不符合生活的 所以過了三年之後 你的利率如果是0.02T的話 那大概你的本利盒會是5309.18 那利率其實2%算很高耶 2%利率很高耶 在現在這個年代很高 但是你五千塊只能多給你309塊而已 好 這是6.5的部分 這是6.5的部分 就算是4.02T